高雄一对双载男女后座的女子居然在没有任何防护之下 只靠着单手抱住孩童 而孩子就这样双脚悬空 在机车后座晃哑晃 不少人募集这一幕都替这孩子捏了把冷汗 直呼这孩子是亲生的吗 怎么会这样抱小孩实在太危险 民众募集这一幕简直要被吓坏了 因为眼前这对共乘机车的男女 仔细看后座女子居然单手抱着小小孩 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孩子就这样双脚悬空 还不时腾空摇摆 骑车男子则是一路即驶 车速并不慢 完全不顾后座小孩 只是用一只手抱着 让民众看了捏把冷汗 是蛮危险的 因为毕竟现在有过什么 还是比较安全危险 OK啊 红纵掉下来啊 他没有什么保护的 19号晚间9点左右 在高雄凤山区青年路 民众行车记录器拍下这段惊险画面 发生网影发讨论 危险动作让民众怒斥 小孩到底是不是轻生的 为什么不珍惜人命 这样的举动也已经触罚 解释单影片内容的多项违规 警方逐将规定开罚 也呼吁民众骑乘机车 因遵守相关规定 同时务因安顾一时方便 而造成自身或他人之危险 这对男女正一路是不断违规 除了单手抱婴 婴还未戴安全帽 还做出沿路红灯右转违规 转弯未打方向等等行为 最高恐将吃上6500元的罚单 警方表示将通知当事人 动案说明 并依违规项目进行开罚 谢谢高雄综合报道